各位同学好 在这一题也是净利平衡的题目 看例5 那只要是净利平衡的题目呢 我们都会用合力为0 合力矩为0 来处理它 所以现在呢 这一题目说 木棒是长度L 而且不用考虑木棒的重量 那在距离墙 三分之二L处 挂了一个重W的物体 另一端以枢纽固定在墙上 另一端用细绳与水平夹30度夹角 悬于墙上 而且平衡 那请问第一小题 细绳的张力 这个细绳张力比较好算一点 因为 只要用合力矩为0就可以了 首先呢 它应该有凑重力 然后这个重力是引着这个方向 这是它的重力 然后呢 这个本身的杆子 本身的木棒的质量不用考虑 所以 不用考虑本身木棒的重量 然后它的张力 它虽然这里是写30度 但看起来好像是到37度了 它的张力是这样 那枢纽这边可能有力 但是呢 如果我们只是要算合力矩 我们可以 以这个点为参考点 所以第一小题是 以欧为参考点 就会蛮好算的 虽然说欧那里可能有一些力 但 它们都通过欧 那 那些力的利弊就是0 那就只需要考虑 合力矩就只有张力的 以及重力的利矩了 那 那 这个情况呢 我们可以分解力 会比分解力币来得更方便 那分解力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 把这个张力呢 把这个张力呢 分解成 千值和水平 那我们只需要的是 跟利弊垂直的部分 所以这个淡蓝色的张力T 它应该是T sine 30度 也就是2分之T 对不对 好那 再来是我们的重力的利矩 重力的利矩 它的利弊很简单嘛 就刚好就是2分之2L 所以 顺时针的是这个张力的 逆时针的是张力的利矩 它是整段的L 整段的L 去乘上T sine 30度 然后逆时针的是 重力的利矩 3分之2L 乘上重力 这样要等于0 所以2分之T 就会等于 3分之2W 所以T就会等于3分之4W 这就是第一小题 那第二小题 再来就比较复杂一点 它要问这个枢纽 它要问这个枢纽 就是这个O 这一点的力 力量 对这个棒子的力量 是多少 那这就需要用到合力为0 合力为0 那 首先我们会这样做 就是我们假设 就是我们假设 我们假设 这个枢纽这边有 向右的力 以及向上的力 向右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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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向上的力 然后我们定一个座标 以向右为X 向上为Y 那这么一来呢 我们就可以把 刚刚假设的枢纽的力 把它写成Fx Fy 这样子 那接下来就是 我们要做 Y方向合力为0 X方向合力为0 那我们刚刚分解这个 张力T 其实有另外一个方向 没有写出来 就是Y方 就是水平方向 那水平方向的张力 就是Tcos 30度 好 这样就分析 把力都分析完 那接下来就是 Y方向是Y方向合力为0 然后X方向合力为0 应该就可以把答案找出来 那Y方向的合力为0就是 就是 向上的Fy 再加上向上的Tsin 30度 最后要加上向下的W 最后要等于0 这样 那因为我们刚刚已经知道 T已经算出来 在第一小题T算出来 所以Fy 其实就是W去减掉T T就是3分之4W 然后再去乘上2分之1 那所以Fy等于3分之1W 那X方向呢 向右的Fx 再加上向左的Tcos 30度 然后最后要等于0 所以Fx就会等于T T是3分之4重量 去乘上cos 30度 2分之3 所以最后是3分之2 跟后3W 那最后呢 我们是要求 这两个例加乘 这两个例的加乘 它就会去 需要用B4定理 所以所求 是Fx 和Fy的合成例 合成的话应该会变成这样 是中间的这一个 这一个才是我们的所求 所以最后就是把Fy的平方 加Fx的平方 再开根好 所以最后会是3分之1 然后根号1的平方 加2根号3的平方W 2根号3的平方就是12 那12加1是13 所以最后答案3分之3 根号13W 好 那这一题就是 也是一样 合力举为0 还有合力为0 这样去分析 比折 7 2 1 1 2